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我们哲宗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美味好料理 今天要做五彩花枝鸡球 鸡球其实鸡块把它切块之后 我们切块基本上我们就加入一点点酱油 然后来做一点点 让它有些许的一个味道就好了 那锅中我加入少许的干燃油 我们先把我们的蒜片先把它爆香来 把这个蒜的味道把它释放出来 等一下再烧这个鸡的时候 那个蒜香才会比较足够 好 我们的这个鸡肉把它切块之后 直接只要酱油就稍微腌制入味就够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肉鸡腿 其实它吸收味道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烹调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我们不用说太早去腌制它 我们要烹调的前十分钟 稍微一点点酱油一个底味 让它不会那么的单调没有味道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葱段 这时候把它下锅 然后我们的五彩配菜 其实就是像彩椒的黄色红色 洋葱是白色 芹菜花椰菜绿色 其实当令的食材的搭配 自己都可以调整 是 没错 然后今天比较特别是 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加入一些的 这个我们的奇异果 奇异果它的微酸 可以让我们整体吃起来更清爽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那么的单调 而且在这个夏天 吃这样的水果的一个陆菜料理 其实是蛮清爽的一个感受的 好 然后接着我们才把我们的鸡球下锅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做一个海陆的结合 我们结合了我们的花枝 去做了这道一个料理 好 我们鸡肉给它下锅 然后把它干煎 而且鸡肉自己带有一点油脂嘛 对 对 对 待会它释放一点油脂 我们再来拌炒其他的食材 对 因为让它自身的油脂释放出来 整个的那个香味 会跟你之前只有加一点点橄榄油 会有一些差别是在香味的一个提升 好 那我们这个鸡球稍微下锅 让它稍微煎到微微的收缩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辣椒进来 好 辣椒 微微的辣椒进来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花枝 一起下锅来炒 这花枝本身也比较厚 所以下锅的时间也要稍微早一点点 所以我们让它一样稍微把它拌炒 让它稍微吸收一下我们鸡肉 跟四鲜的这些新香料的油脂跟香气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带入我们 一些的绍兴酒 好 绍兴出来 稍微让它呛一下 也知道里面水分的来源 我们一般来说米酒就是去腥 那绍兴酒在整个像这样子的一个 焖煮料理来说 它是一个提味的一个功能 好 这时候呢 我就会把我们的花椰菜下锅 花椰菜要比较久煮了 所以我们先下锅 那下锅的同时我们可以做一点调味 我们把我们的豆瓣酱 好 豆瓣酱 下锅 然后我们的蚝油 刚刚的那个绍兴的酒香开始一直散发出来 对 然后我们这时候糖 濁量的糖 然后我们的胡椒粉 濁量的胡椒 然后呢我们少许的盐 本身食材加的比较多 所以它的咸味呢 我们这时候要补充一点点进来 微量的盐 好 然后我们让它稍微焖煮一下 同时师傅这里好 我们最后容易熟的甜椒跟芹菜都可以加 对 我们容易熟的食材我们就厚下 我们把我们的芹菜采椒 你看这颜色好漂亮 对 然后下锅 一个比较纤维的东西 下锅 然后让它接触一下这个锅底 让它很快速的熟 然后呢 最后我们起锅的前 我们就是加入我们的奇异果 好 我不敢相信 竟然放奇异果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好 香油 我觉得折腾之谱这个料理 它鸡头肉其实烧得蛮入味的 它的花枝的这个鲜味 有渗进到这个鸡肉里面去 所以让这个鸡肉更加美味 加上它用了大部分的 高膳质纤维的这些蔬果 像是奇异果 像是甜椒或是芹菜等等 这是高膳质纤维 其实还蛮适合心脏患者来吃的 这样的一个料理 尤其它最后用这个 这个烧心酒稍微提香 哇 这个料理不仅是视觉很美观 您味道也非常的好 所以其实跟大家讲说 其实还有一个隐形杀手 大家都只知道心血很疾病 还有一个隐形杀手 大家不知道 叫做肺动脉高压 那其实这个肺动脉高压 其实是不容易诊断 因为在心脏科